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然以后光会认字不会写字的话那跟我有什么区别的对不对 这啥呀 句 学校 学校 一个了 一个 你两个字母中间离开一点啊 离开一点大脑 我这个话是这个 嗯 一定要把这听说读写都学会啊猴哥 学到本事了长大才能不被人欺负 今天早上猴哥还跟他爸打电话了 他爸现在已经走到半路了兄弟们 你有没有问问你爸那个钱呢 嘿嘿嘿 有没有被人家偷走哦 那些钱 一半在口袋一半行李箱 一半在口袋一半行李箱哈 还挺聪明的 这谁交给你爸的 我说的 你说的 可以哦 那天看评论大家都说钱不能放在一起哈 今天早上猴哥跟他爸打电话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 很聪明的猴哥 钱分开放 如果招贼了 偷走一半还能剩下一半呢 对吧 把损失降到最低 昨天他们车就坏了 你爸那个车坐的那个出租车又坏了 然后歇会 那车要是 是哪个大劲坏了咋真的 那在那等着啊 对 姑娘车就坏了 嗯 得走个几天呢兄弟们 快的话今天夜里慢的话明天下午就到家了哈 嗯 猴爸在这好几天 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呢 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 严谨一概的就是肉肉家 跟你家现在是啥意思 嘿嘿 猴哥 不是朋友了 不是一家人了 嗯 不是一家人了 也神的咯 派代表过来说 这个关系到此为止了 不是兄弟了 不是亲戚了 对 以后你别上我家来 我也不上你家去 你看到我你不要喊我 这是正中的什么呢 叫羡慕嫉妒到恨的 昨天我们杀驴嘛 想和肉肉去玩的 不给去 然后我这里呢也不给肉肉来 必须我到肉肉家去才能够见到肉肉 你说多气人 气不气人 鸿哥 气不气人 气人 哎 真是 有人来玩了 这个是大姐 后面那个是孙子 孙子头上背的是啥呀 她是个道士啊 你好 你问她头上背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爸对你 她的 她的 她不想太帅 哦 孙子的个头也长不高了哈 嘿嘿嘿嘿 二十来岁了长个一米六得了呀 你以后肯定比她高 你以后肯定比她高 快继续写作业吧 嗯 嗯 大外王 从此以后 嗯 不准进她的家门 看见她 不要看她 猴哥也不准去了 嗯 等于说你跟她家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爸也不能去 你爸去了要公爸 嗯 公爸就是要打架了 断绝这个亲戚关系了 你不是我这个子儿了 嘿 她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就是 我是这个家族的一个最有出息的人 你们 你们呢 你你爸什么的都没有本事知道吧 你们都在住在农村 我看不上你 你都是靠我 才能够来到城里 才能够搭上中国人的快车 现在 你混的居然比我家 还好 得了吗 嘿嘿嘿 是不是 对 作为我来讲啊 我作为中国人来讲 我帮助你 给你十块钱 你得分一半给肉肉家 你不分给她她吸不吸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 为什么要分给她呢 是不是 这当中就存在这个问题兄弟们 家里面那些穷亲戚啊什么的 都是她带出来的 这话本身没错 但是现在别人混好了 她现在反倒不高兴了 对不对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问题的根源就在这 又羡慕又嫉妒 我跟你讲啊 猴哥 就这还是 知道我对你们家有点小恩小贿的 以后要给你盖个房子 我怪怪那得了吗 那一大家子就 就冲过去了 你分我一半哦 猴哥 你分不分呢 我 啊 我 不分 对吗 你凭什么分呢 我要给她 我会给她的 对不对 而且我 你看你老大 是不是一直在帮助他们家 对不对 从开小店也好 肉肉手术也好 她爸的生意 对不对 我是不是长期的都帮助 咱们还经常买东西 都想着他们家 送点肉过去啥的 以前他们那里面有点送太阳能吧 对 又是店又是装修啥的 兄弟们 我因为喜欢肉肉 对他们家实施一些帮助 资助 赞助 这都可以 但是不能因为我 再去对猴哥家好 你就反过来 去嫉妒猴哥家 这样我觉得 这就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了 对吧 昨天五叔叔过去说了 五叔叔去杀驴吗 看到肉肉了 哎呀 这孩子怎么 在上面是一个样子 到家里又是一个样子 穿的破破烂烂的 真是 头上那个头选 也是在家里过上的 对不对 在我们这哪可能得头选呢 可怜小肉肉了 兄弟们 事情的导火索 就从上次大外王回家开始 对吧 我给他钱了 大外王没有交出一部分来 给肉肉家 咱们也没告诉他们家 对吧 再来就是 我去你们老家 我给你们买大米了 买油了 给钱了 也没有 你家也没有告诉他家 也没有分给他们家 对不对 完了以后 我这次又把猴爸 喊过来看看猴哥 又把大外王接过来玩 他家是一点好处没闹到 这给气的呀 总的来说就是啥呢 面子问题 还有就是贪婪 就因为这两个事情引起的 不说了 没有意思 咱们进去看看大外王吧 快过年了 给大外王整个新发型 今天编的这个是红色的头发 小翠帮他选 看看小翠的眼光怎么样 戴帽子这位是大师傅 他是开店的 是小翠的好朋友 专门给人家编头发的 要点技术的 这扎的都很紧 你看吧 晚上睡觉都不带掉的 好啊 好啊